大家好,欢迎来到沉香醉梦,关注身心健康,创造美好生活,我是小梦。 对于男女之间,到底有没有纯洁有益这件事情,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观点。 有人认为有纯洁有益人,而大部分人认为根本没有纯洁有益。 那些说有纯洁有益的,都是打着谎言,给自己养备胎。 今天讲述的案例,就是一位30岁的女人,被自己的男闺蜜灌醉,后来她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,她丑相百出,女人才恍然大悟,原来男女之间没有纯洁的有益,不知道你们看完有什么样的想法。 来自黄女士的经历。 我姓黄,今年30岁,家住河南安阳,是一名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。 换作是以前有人问我,男女之间有没有纯洁的友谊,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,一定会有的。 因为我用自己的事实经历告诉你们,我以前和男闺蜜之间关系就很纯洁。 目前,我已经结了婚,而且我的丈夫也知道男闺蜜的存在,在和丈夫谈恋,爱的时候我就向她坦白。 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男闺蜜,她和我认识了十多年,我们之间就像无话不谈的好朋友,由于我们是异性关系,所以我把她当作自己的男闺蜜。 我希望老公能够理解我,让我们保持联系。 可是老公却不认可,她认为我现在已经有了归属,应该和对方断绝联系。 我认为她的思想狭隘,为什么我们之间这么纯洁,就不能够正常地来往。 再说男闺蜜,出现在我和老公之前,如果我们真的互相喜欢,为什么以前不在一起呢? 而且我和男闺蜜之间做任何的事情,我都会向老公坦白,比如她约我出去吃饭看电影,我都会征求老公的想法,而且不会躲躲闪闪,而是光明正大的输出来。 不过在热恋期,我和男闺蜜之间减少了来往,凡事都以老公为主,我担心她会吃醋,所以就减少了和男闺蜜之间的往来。 等结婚以后我们之间又经常在一起联络,我想用事实向老公证明男女之间是有纯洁的友谊。 我相信对于这件事情任何人一开始都持否定态度,但我迟早会证明给她看的。 当然,我和男闺蜜也有共同的好友,我们一起出去组团看电影的时候,男闺蜜会故意和我分开做,她说如果坐在一起会被别人说闲话,这样坐远一点就会避免尴尬。 我觉得她非常细心,也很体贴,处处为我着想,这难道就不算纯洁的友谊吗? 如果她对我有非分之想,一定会时刻都想和我在一起,哪怕看电影都要挨着我坐。 我结婚以后,听男闺蜜说,她也有自己喜欢的人,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有了家庭,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,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,毕竟我们相识十几年,我是最了解她的那个人,而且她也是最懂我的那一个,有时候遇到烦心是我们之间相互倾诉,但绝不会干扰对方的感情生活。 当然我也看过很多失败的案例,有些男闺蜜上位之后被女方的家人暴打,可是我们之间绝不会做出越界的事情,我也不会让老公小看我,我希望和她永远保持这样纯情的关系。 我相信有些人会打着男闺蜜的幌子,养着备胎,但是对于我来说,我不会这么做,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,而且有什么都会表现在脸上,不会对老公有所隐瞒。 我认为结了婚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,凡事都应该有伤有量,而且我一定会以家庭为重,不会让老公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 可是没想到老公确实小心眼,有一次我下班比较晚,碰巧遇到男闺蜜,就在外面聊了一会儿,后来很晚才回家,男闺蜜执意说天气太晚她要送我回去,结果被在小区散步的老公撞了,正着,她冲上去和男闺蜜争执了起来,而且还狠狠地告诫她以后和我断绝来往,否则她见一次打一次。 我在旁边听到以后立马就生气了,我把老公拉过来告诉她,我和男闺蜜之间没有任何她想象的那种关系,可是我越是维护男闺蜜,老公越生气,没想到最后她们扭打在一起,后来被小区的保安拉开,对于这样的事情,我向老公解释了很多遍,我希望她能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 可是老公一再强调让我远离男闺蜜,她说防火防盗防闺蜜,我和男闺蜜之间迟早要出问题,让我收敛一点。 如果我此时答应和男闺蜜断绝来往,岂不是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,直接承认了我和她确实有不正当的关系吗? 我觉得做过的事情,我一定会承认,如果没有的事情,想要诬告我,我也不会承认,至于别人怎么看,那都是他人的想法。 当然对于老公也是如此,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 之后过了几个月,快到男闺蜜生日了,他打电话,我邀请我过去吃饭,陪他过一个生日。 对于这样的事情,我自然会要征求老公的意见,我告诉老公,当天晚上不回家吃饭,我要陪男闺蜜过生日,不过我一定会早一点回家。 一开始老公不同意我去,后来在我的软磨银泡之下,他答应我了。 本来我想邀请老公一起参加,可是看他那个样子,一定又会误会我,索性我就没有开口。 本来是男闺蜜过生日,我应该请他吃顿好的,可是他却在家里面做了很多我喜欢吃的菜,而且说,我们这么多年,由于我结婚以后,就很少和他团聚,难得去他家里一次。 听他这么说我很感动,那天的晚餐很丰富,我也多吃了一点。 晚饭过后,我提议要早一点回去,毕竟我答应老公要在八点之前回家, 可是男闺蜜却拦住我说想我陪他一起吃蛋糕,我突然忘记上午买的蛋糕,居然忘记拿出来,于是就答应留下来陪他一起切蛋糕许愿。 可是没想到男闺蜜,却拿出了红酒,她说今天这个氛围应该配一点红酒,可是我一再表示,我等一下要开车回家,如果喝酒就没办法开车了。 可是男闺蜜却执意说等一下,帮我请个代价,让我陪她喝一点。 不知道男闺蜜买的是什么样的红酒,喝了一小杯,我就感觉头很晕,有一种想要睡觉的意思。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到男闺蜜突然抱起了我,而且她向我说了一些很亲密的话,她说自己早就喜欢我,只不过她比较胆小,害怕向我表白,我会拒绝。 她之所以和我走的关系这么近,是希望能够永远守护,如今她不想隐藏在黑暗之中,想向我表白。 她边说边抱着亲吻我,我感受得到她滚烫的身体,后来她也开始偷我的鞋子。 我才意识到我和她之间原来不是纯洁的友谊,一开始我就错了,可能我认为的纯洁和她想象中的不一样,她完全就把我当作备胎一样。 我感觉头昏脑重,不知道她是不是在酒里面放了什么东西,故意让我喝醉,可是现在已经为时已晚,我的身体不受控制,大脑也很迷糊。 我当时想的就是,我要在八点之前赶回去,毕竟我答应老公要早一点回家,如果我回去晚了,老公一定会生气,于是我想办法拖延时间。 抽空的时候可以打电话给老公,让她过来。 为了缓和气氛,我告诉男闺蜜,我有点口渴,想让她给我倒一点水喝于是男闺蜜,很开心地去给我端来热水,我趁她去厨房的空袭,悄悄地给老公发消息,让她过来救我。 然后我就一直夸赞男闺蜜,今天做的饭菜真好吃,我让她扶着我去桌上,再吃一点,我想让今天这个浪漫的时刻,多停留一会儿。 男闺蜜,听我这么说,以为我对她也有意思,非常开心地抱着我去餐桌旁边看着我,慢慢地吃她给我做的饭菜,就这样,我和她东扯西拉地,回忆以前在一起的时光。 男闺蜜也触景生情不停地喝酒,她似乎很开心,觉得我能够答应和她在一起。 男闺蜜喝了大半瓶红酒,居然一点醉意都没有,为什么我只喝了一杯,就感觉头很晕,我一直找不到,不过我想只要我能够拖延她一会儿,等到老公来了,我就可以摆脱她。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,男闺蜜又想起,伸过来亲吻我,我一把推开了她,说她身上一股酒味。 和油烟味,我让她先去洗澡,当她去洗澡的间隙,我听到老公已经来了,我赶紧挣扎着,起来给她开门。 老公冲进来的时候,闺蜜已经洗完了,男闺蜜眼看她的丑事,要暴露,她也很激动,和丈夫扭打在一起,还好我老公提醒比较大,而且男闺蜜也喝多了,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 就这样,我和男闺蜜之间,从此以后开始决裂,要不是老公,及时赶到,后果不堪设想。 当时我都快吓哭了,老公一直安慰我,以后远离这种人,我想通过自己的势力,告诫大家,其实男女之间,真的没有纯友谊,千万不要相信别人会把你当成普通朋友看待,那都是对你有非分之想的。 看完黄女士的案例,我们似乎能够明白一些道理,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存在纯洁的男女之情,但那毕竟是少数,一般人很难碰得到,更或者说,我们以为纯洁的友谊只是我们表面看的现象,有时候关系亲密,可能会走火入魔。 特别是,有了家世的人,一定要断绝和男闺蜜之间的往来,不要不顾家人,而追求一己之鉴,也希望所有的女人能够谨记这个道理。 当然男人,也要时刻提醒自己的老婆和男闺蜜之间,保持一定的距离,防患于未然,尽防他人别有用心。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,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